我们知道在放大视图上我们可以叠加一些信息 使用R键可以显示照片的文件名 照片尺寸拍摄日期等等 我还可以通过选项来自定义我需要显示的信息 在Lighton Fire中除了这些信息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照片上新加一些叠加信息 打开视图菜单 在视图菜单的最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放大叠加选项 在这里被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 最上方一个区域是显示命令 这个显示命令就类似于放大叠加的开关 当你点击显示以后才能够显示你的放大叠加 那么显示的是哪种叠加形式呢 在下方有网格参考线以及布局图像 在这里参考线是被选中的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显示叠加 所以在参考线之前有这样一个横线的标记 现在我选择显示 你可以在照片上看到这样一个叠加参考线 你可以更改参考线的位置 在PC按住Ctrl键 在Mac按住Command键 在这里会出现一个标记 把鼠标放在这个标记上 我们可以像这样来拖动参考线 如果你使用连机拍摄的话 那么参考线可能对于你定位拍摄对象 会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一个参考线叠加 我打开视图菜单 选择放大叠加 然后选择网格 在照片上会出现一些网格的叠加 这时候网格与参考线是同时叠加的 如果我不需要显示参考线的话 我可以打开视图菜单 选择放大叠加 然后取消参考线前面的选项 这样我可以单纯在照片上看到网格 与这张照片相比 对于这样的具有垂直参照的照片 网格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同样按住Ctrl键 或者在Mac按住Command键 可以进行一些网格的调整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选项 大小和不透明度 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更改网格的疏密程度 而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更改网格的透明程度 这可以给予你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和垂直参照 在某些时候 对于一些建筑照片 或者一些非常需要横平竖直的照片 这可能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参照 如果你不想要在照片上叠加网格的话 你可以使用一个快捷键 在PC是用CtrlRT O 在Mac是用Command Option O 这样你可以关闭你的放大视图叠加 当你需要显示放大叠加的时候 你可以再次使用CtrlRT O 或者Command Option O 来显示你的放大视图叠加 你需要注意 这种叠加只是叠加在你的放大视图上的 它不会影响你的实际照片 它不会被输出 不会被打印 因此它往往只是给予你一个构图的参照 并且这种叠加既然被称为放大视图叠加 那么它们只对放大视图有作用 放大视图叠加的另外一个选项 是叠加布局图像 在下集视频中 我们将来了解如何在放大视图上叠加一个布局图像